王伦怕被篡位,为什么最终还是留下了林冲王伦? 既旦林冲武艺高强,一旦识破了他的庐山真面目,这两山上第一把交椅,恐怕就难以做下去了,所以,他想方设法要送走林冲。 后来杨志来了,王伦虽然动了一点小心思,想留下杨志来限制林冲,可是杨志没有留下,也从来没有答应留下,一切条件没别,林冲竟然被留了下来,这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不用说就在水泊里打鱼的阮池兄弟想去,哪怕是过一天这样的日子而不敢想,就是远在二龙山的林冲徒弟曹正, 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原因让王伦改变了主意,最后留下林冲了呢? 王伦,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林冲上梁山,先来到了朱桂的酒店,他整个人是在京城里长大,到苍州服刑时间不长,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江湖经验, 所以就一个劲儿地打听梁山伯,喝多了酒,又写下了诗,把自己的身份意图暴露了个明白,亏得这个朱桂是梁山上的情报官, 听说过林冲的事情,又知道了是柴大官人介绍,就发了一只响戒,要了一只船,上岸后引林冲来到巨艺厅上, 林冲是拿着柴近书信,来的这个柴大官人,可不是一般人王伦应举落地不得已的时候柴近资助过, 他这可是王伦人生最低沉的时候,所以说这柴近对王伦有恩因为这层关系, 王伦是一边看着信,一边问着柴近的境况就在,这问答之间,王伦梦然间寻思道, 我却是一个不及地的秀才,又没十分本事,他是东京进军教头, 必然毫无意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需强占我们如何迎敌, 因此打定主意不收留林冲,至于柴近脸面上好不好看, 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顾他不得,于是借口山寨小,粮食缺少, 还没有房屋就要把林冲打发走林冲,赶紧搬出柴近在表中心结果是好, 无用处猪贵不知道王伦是什么心思人,是他送上来的, 赶紧的给林冲讲情山寨粮食少可以借,房子少可以改, 至于说山寨小林冲是来出力的,不是白吃饭的度千, 宋万也跟着一起说,手下一共三个头领,全都给林冲讲情王伦没有了理由, 只好说不知林冲的底细,假如他是来探虚实的我们, 怎么办,也难怪王伦明落孙山找了这么一个别角的理由拒绝人家, 王伦,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投名状就是杀一个人, 表明你是真心入祸,从此以山寨为家,再也不会三心二意, 林冲已经没有了去处,答应下来,俗话说,人要是倒霉, 喝口凉水也塞牙,林冲两天竟然没有遇到过一个单身客人, 王伦这回有了理由,若明日再无,不必相见了, 便请挪布下山,偷别处去。 第三天,好不容易遇见了一个人,还没有等到林冲下手, 那个人扔下担子,一流烟跑了个无影无踪, 接下来引出了杨智,两人打斗了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 本来这时是要分出一个胜负的,可是王伦看到, 把他俩止住了,这是王伦动了心思, 他要留下杨智,与林冲作敌。 杨智一门心思,要回东京一趟, 用这担子不知道是怎么弄来的财物, 去走门子打电,好使自己官复原职, 于是坚持要走,杨智最终并没有留下来, 林冲所结财物也还给了他, 也就是说,林冲并没有拿到投名状, 也没有这一段财物的见面力, 做敌的人还是没有, 一切条件和他刚上山的时候并没有变化, 王伦为什么会留下林冲呢? 根据王伦对高求的了解, 他知道杨智不会官复原职, 混不下去了还会来找他。 王伦曾经到京城赶考, 应语,近距离地听说过高求的为人, 他清楚地知道,高求这斯安德不是好人, 现在又掌握着兵权如何肯容杨智, 因此得出一个结论, 听杨智这点财, 物能不被追究责任, 就不错了想恢复原职不可能。 假如真是这样杨智, 一旦混不下去财物, 又没有了杨智会回来的他自信, 凭他发还杨智财物这般, 大方一起, 治久混贷相迎相送这般热情混不下去的杨智, 没道理不回来后, 来世境的发展也正是如此高求, 果然不用杨智杨智, 也只有变卖祖传的宝刀作为盘缠寻找出路, 后来杨智失了生辰刚, 也曾经想到过上梁山。 像王伦这种读过几天书的人, 虽说是读得不经, 没有什么大见识, 但也不是什么白痴, 对于杨智回东京的结局是能够料到的, 他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见识, 而在于气量, 这是他不能容忍, 最终为人所不容的原因所在。 王伦要让林冲知道, 他这人见多识广, 杨智等人这般名气也对我客客气气。 杨智和林冲再打斗下去, 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很难预料, 林冲不会落下风是肯定的, 但是有一点在门第观念的时代, 即便是杨智武艺稍微差一点平着阻, 让得名气杨智在王伦的梁山上肯定不会落下风, 所以杨智在通报姓名的时候首先说的是, 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 武侯阳令公之孙, 之后才说自己的姓名曾经的官职, 为了制约林冲王伦把杨智写上山, 为了让王伦放缓自己杨智也是对王伦可客气气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 贼寇之类的字眼在这过程当中王伦还有一句话说是数年前在东京应居时, 就听说了杨智的大名, 但是林冲也在东京, 名头应该也不晓王伦却没有这般说, 为什么王伦就是在有一台高杨智的地位, 王伦已经把林冲折腾得够了, 他还曾有试验, 为了留住杨智王伦, 使得林冲对杨智说, 这个兄弟他是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 如今也新到这里, 王伦在这里说的是兄弟不是像对杨智一样称呼, 杨智是, 这当于承认了林冲已经是梁山上的人, 后来杨智没有留下, 实际上这等于王伦有所失言尽管如此, 既然已经把话说出来了, 有点覆水难收之嫌, 这时候再反悔王伦觉得自己有失身份, 也就是说梁山伯尽管都是些草莽英雄, 但有两个人不这样认为, 一个是宋江, 另一个就是这个王伦, 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主则是山寨之王, 三代, 首领, 这两代都不是靠本领, 坐在第一把交椅的宋江的事情, 在此不说, 王伦却的确有这种思想, 比如说水浒传, 里的山头一般是水武艺高墙, 谁就是山寨老大, 假如我大不过, 你我就让你来做, 老大同样我下山大不过, 人家就请老大出面摆平, 老大也摆不平, 咱们一起请人家来当老大, 不过人家的老大, 老二都是真正的兄弟之友, 长幼之分不是主次关系老大说话好使, 老二也有第二位的自主权, 梁山上的王伦不是这样, 他不仅是老大他还是首领, 其他人都是头领, 虽然也是称兄的弟, 但兄弟们只有服从的份, 没有参与决策的份, 所以无论是临空上山, 还是朝嘎等人上山齐的, 头领都没有说话的份, 或者是提出了建议, 也根本不起丝毫作用从他训斥, 林冲的话当中可以看出, 他是, 上, 其他头领都是, 下, 正统社会称枯黄帝为, 亲上, 已经脱离了官府, 管下的梁山伯王伦把自己说成是, 上, 不是很明白, 他把自己看作是什么人吗? 既然他是主子那么不管是诗言, 还是说错了话, 都得为自己的话兑现, 更何况他已经把林冲折腾了, 足够了他认为, 林冲可能已经知道谁是主子, 谁是臣下了, 但是, 梁山伯这个山头, 不是世外桃源, 它可以是一个独立王国, 既然如此, 你要是想当这个主子, 必须要有足够的本钱, 否则, 你就当不成这个王, 不管他是贼王还是草头王, 朝改没有这个本钱, 他当的这个首领如同傀儡, 王伦更没有这个本钱, 他只能被杀死。 他只能被杀死。